市場和金市是相差很遠的 金市始終都是一個國際商品市場之餘 你看到近期為什麼金星除了整體的通脹 政治環境之外 其實央行在去年開始不斷增持黃金 所以這是不屬於操控的問題 與大環境相配合 銀的市場相對小的話 會不會有操控呢 我想比金容易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是否有操控成份 但是銀的波動性 通常說金升完了 那些人就會留意到 一個兄弟會不會升呢 就是銀 即是金炒的意味大一點 第一 第二 我自己覺得 這段時間有些人不敢去買金 但是銀還在低位 不算低位 你說的是2021年 由29元 那時29元 2021年 就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那個故事 那個主題 就炒到上去29元 接著下回到21元 左右 現在又上回到27、28元 其實理論上還有水位 還有我想金其實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除了2021年有一股炒作之外 然後為什麼銀價跟金有不同 這個除了整體經濟 整體環境因素 銀跟工業發展是很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你看到 為什麼最近又開始升上 另一個主要的買家是印度 印度你看到它今年到目前為止 它那個進口銀的量 是以倍數增加的 這個跟它自己本身現在 很多那些企業 在印度那裏生產、興建廠等等 這些我想都是有些關係的 尤其是在光復或者新能車 都某些部分 它們都是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你銀升 很多時候預示出來的 其實就是代表經濟是好的 因為工業上面用很多 但是金針似乎集中了 在某幾個新的行業裏面 第二就是印度那方面 買賣的需求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從需求角度這樣看 第二就是從供應那裏 供應那裏 供應在過去幾年供應是少了 如果你說現在突然的需求是大的 那你自然在供求的關係之下 就令到銀是金針可以升上來 當然你說炒作 我想怎樣都有在這裏 因為你的說真的入場率又低 好像你說 所以我想銀價這樣升上來 就是這裏 但是不要忘記我 銀價曾經有一股 是比金更快的 就是2011年的時候 銀上升到50萬元 現在都是一半而已 所以你看到它的波幅 但是你看金就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銀呢 和這個歷史新高 都還有一段距離 那這一段來講 有沒有機會真的可以跟著金格去創歷史新高呢 因為我們看現在的圖片 看到銀價 其實是長線來講 是在做一個杯柄 我們畫面看到 在我右手邊的這個位置 在做一個柄 但是它的柄 還未升到之前杯的頂位 那變相 在無論技術面上 在基本面上 是不是都可以支撐到那個銀價 追上黃金去破頂呢 我想就 我不敢說 但是追上是有機會的 現在這一陣這樣追上去 我也是有機會的 其實 你說沒有炒作成分是假的 因為你之中 你這麼久了 金升了那麼多 就是你有些人會找一下 就是兄弟班 就是找些銀 你找個藉口也好 就是炒作也好 甚至現在我們剛才提到 若干的基本因素 也都是配合 那你加上技術走勢上面 也都好像 很對版 那自然呢 我想都是有些資金去進入的了 所以我想這一陣 應該就是未升完的 但是你說會創回歷史新高 我想就真的要看整個經濟了 你的經濟 對銀的需求 是不是同樣 就是有那個回升線 嗯 今次和之前銀的升勢 還有些不同的位置 就是 現在經濟好 而且還在發展AI 發展AI 其實很多範疇會應用到銀的 例如說 在他們的 用電量大升之後 用得了一些變壓器 開關 電容器等等的電網建設 都要用到白銀 相對上那個推升力度 會不會比過去幾次的白銀升勢 會再強勁一些 其實 我覺得真的很不同的 就是 你這一陣 就好像我以勝華所講 現在你是新興的那些行業 去用到銀 但是他們用的量是多少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前說一些傳統行業 去用銀 那個量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說範疇來計 那這一陣 是有一些範疇 是會用到這個東西 但是我自己看它的量 就不是好像過去 過去傳統工業 用銀用得多 但是你知道現在很多東西 都可以有替代產品 所以你說是不是可以 今次的銀價升 對那個需求問題 就可以帶動到 好像上一陣 我自己就 就是未懂得計這條數 不過我又未至於說 會看到它 這麼樂觀的情況 因為用量是有不同的 用量是有不同的 如果我們看過行業數據 其實看到過去兩年 在供需方面 其實白銀市場 一早已經出現過失衡情況 你都預計今年和明年 繼續會有這個失衡情況的時候 你又覺得在那個升值的 潛力方面的話 是不是至少都還有 兩年的炒作空間呢 兩年 兩年 除非你真的在那個行業 或者經濟方面 真的有一個好轉 否則的話 你說如果說一個周期計 其實兩三年是不出奇的 不過我想要有其他東西配合 如果你說純粹去炒作的話 你當某個其他的商品市場好 或者其他的投資市場好 一轉小的時間 那些資金是否會繼續留在銀呢 這個也是值得大家考慮 但是我覺得和那個真正的需求 大家看著 其他的現在新興的製造業市場 印度、印尼 這些他們的進口量是怎樣呢 這個是重要的 而金呢 你就看著究竟 除了大維環境因素 那你就看看那些央行 繼續增持那個趨向是怎樣的 嗯